这群幼儿园孩子在玩丢手绢 但在他们身后 老师正举着一把枪对准他们的头 他正在进行一场直播 而孩子的父母看到这一幕 内心却止不住煎熬 这个疯狂的女人叫阿娇 她是这所贵族幼儿园中 最孩子们受欢迎的老师 但就在今天 她送走所有家长 悄悄锁住了门窗 然后主动拨通了报警电话 说自己挟持了16名儿童 看了这么多电影 第一次看到自己报警抓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 门铃突然响了 阿娇以为是警察前来谈判 但不巧的是 校车司机来前给孩子们送点糕点 来都来了 阿娇并没有让他走 而是直接将他留在这里 更巧的是 幼儿园的清洁工回来拿东西 阿娇又收获了一名原质 现在他的手中 共有18条人命 于此门外有辅警路过 但屋里有孩子们欢乐的笑声 他遥遥就要离去 眼看辅警要走 阿娇赶紧打开门 冲天开了两枪 事情总算闹大了 警察迅速封锁了幼儿园 负责的警察打来电话 阿娇却说 自己只跟警察老强谈判 老强确实是一个资深谈判专家 但是警察也没有摸到头脑 很快老强赶到 阿娇已经将绑架孩子们的视频 发到网上 天真烂漫的孩子们 就这样被枪指着 视频很快在网络上 引起轩然大波 孩子们的家长忧心不已 阿娇说出了第一个条件 一小时内给自己转账5000万 自己会放一个孩子 否则他将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 枪杀一个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 一个母亲直接崩溃大哭 因为他孩子的名字是A开头 老强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立即向上级请示 另一边 一个女警察压根不信他说的话 阿娇看起来文文弱弱 不会敢杀人的 于是他擅自组织了一队特警 准备强攻 令人意外的是 偷袭行动被两个知名路人拍下 将其发到了网上 阿娇看到这一幕 迅速来到后门 开了两枪逼退警方 老强听到枪声 立即让小队撤回 然而阿娇完全没打算就此罢休 他来到前门 对外面开了几枪 警方的举动激怒了阿娇 他换好弹甲 然后叫出了其中一个小男孩 直接将其击毙 视频快速席卷了整个网络 这个小男孩正在镜头蹦蹦跳跳 开心地让老师向他开枪 下一秒老师举起手机 枪口对准了天真的孩子 随后他扣动了扳机 画面里的孩子阴声而道 屏幕前的家长承受不来 悲痛欲绝瘫倒在地 老强不敢再拖 他乖乖赚了五千万 而阿娇信守承诺 放出一个女孩 而他的第二个条件更加离谱 他要和国家总理通电话 否则会再杀一个孩子 一瞬间 所有人都开始关注这场绑架 网民在网络上发起投票 令人意外的是 60%的人都不支持总理通话 因为国家总理怎么能屈服于绑匪的胁迫 老强传唤了阿娇的男友 他说阿娇精神很正常 从来没有报复社会的倾向 此时网络投票中的反对人数 已经增加到了75% 秘书认为总统应该顺从民意 因为新一轮的选举即将到来 但是总统想到无辜的孩子们 他还是拨通了电话 谁知阿娇得寸进尺 他要求与总理面谈 除此之外 他还要求老强找两个人 阿北和阿比 而作为交换 阿娇又释放了两个孩子 但就在这时 部长为了总理后续选举 擅自做主拒绝了见面的要求 阿娇一气之下 将清洁工 司机和一个小男孩的照片 上传到了网上 发起了一场杀人投票 一小时后 票数最高的人会嘎 老强气坏了 他在阿娇家里搜出 大量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他怀疑阿娇的男友撒谎了 将他按在墙上质问 混乱中 男友的手机不小心拨出电话 他的记者朋友听到他们的交谈 五年前阿娇父亲去世 他确实做过一段心理治疗 但他现在已经痊愈了 为了曝光度 记者不顾那些孩子的安危 曝光了这段录音 消息一出现在网络上 绑架直播的观看人数瞬间暴增 阿娇是个有神经病的言论 甚嚣尘上 恰好死亡投票出了结果 大多数网友都选择了司机 阿娇立即掏出手枪对准司机 突然 清洁工正脱绳索 推倒阿娇 并且给司机松了绑 围观群众听到屋内传来一声枪响 他们被吓得四散逃窜 屋内司机的腿部中枪 而疯狂的阿娇 向总理下达了最后通知 立马来见自己 否则就杀掉所有孩子 总理立即答应了见面的要求 而阿娇准备把会面进行全程直播 老强十分生气 他找到阿娇的母亲 想要用母亲威胁阿娇 但他见到阿娇母亲的一刹那 就明白阿娇为什么这么做 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女孩一个人坐在校车上 但是司机却对他露出恶魔般的微笑 他就这样被侵犯了 当年接办这个案件的小警员 是年轻的小强 因为性侵案件在印度十分常见 就算成功侦破 也不能对KPI起到多大帮助 因此他将注意力都放在其他大案上面 直到现在 案件真凶都还没有落网 面对阿娇母亲的追问 老强羞愧不已 如果自己找到凶手 或许阿娇不会如此铤而走险 或许阿娇让他寻找的那两个人 就是当年的凶手 令人遗憾的是 警察只找到了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仿佛人间蒸发班 这时总理前来 为了总理的安全 他只能在屋子外面和阿娇交谈 为了打消总理的疑虑 阿娇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所有民众的心都放了下来 因为女清洁工 和第一个中枪的小男孩走了出来 阿娇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孩子 他们只是玩了一场射击游戏 这些看起来疯狂的举动 都是想让总理与自己面谈 总理放心走进了幼儿园 阿娇也打开了直播 首先他让总理亲自按下电脑按键 被勒索来的5000万 被总理亲手捐给了10个妇女保护组织 接着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 那就是将强奸犯处以死刑 虽然当时印度 已经建立了关于儿童免受侵犯的保护法 但是法案仍有年龄限制 阿娇受害时 刚好超过了法案限定年龄 他的父亲因为这件事育育而终 而阿娇也接受了长达10年的心理治疗 直到现在他依然会感到害怕 作为一个女人 总理感同身受 但立法师不能轻易变更 他向阿娇保证 一定会找出凶手 但是阿娇却说不必了 因为此刻 他就坐在总理的身后 原来幼儿园的司机 就是当年的凶手 而警察找到的流落在外的 只是帮凶 三周前 凶手来学校应聘校车司机 即便他已经改名唤行 但阿娇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不希望自己的悲剧 重演在自己学生的身上 更不希望再有一个女孩 受到不该有的伤害 于是他自导自演之处绑架大戏 故意让司机来送点心 阿娇激动地举起了手枪 而司机也一把抢过老强的枪 好在老强没有拉开枪栓 阿娇亲手为自己报了仇 但同时他也成为了杀人凶手 闹剧结束 所有的孩子都平平安安 阿娇因为故意杀人罪被捕入狱 但这个国家在星期四醒来 后来监管部门 以绑架案发日星期四为名 提出了有关保护女性权益的星期四法案 希望所有女性得以平安生活 伤痛得以平复 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